今天的天氣大致上都還算穩定 這種比較穩定的天氣 大概還可以持續到禮拜六 只不過這中間有時候碰到 會有一點局部的午後震雨 現在看看目前戶外空氣品質的狀況 南投的埔離 另外還有南部在仿山這邊比較不好一點 有來到了對過敏族群比較不健康的橘色的 那至於說在這個今天的降雨狀況來看 東部這邊零零星星是有下了一點雨 部分地區雨是稍微大了一點 不過還好累積降雨量這邊瑞穗在32毫米 那氣溫方面的話感覺上都還是日 跟昨天比較起來差別並不是很大 有些地方有稍微下降 但是基本上溫度都還是偏高的 地面圖上面我們看到北邊是有一個高壓在這裡 不過這個高壓很弱 明天往東邊的方向移動出去 後面還會有另外一個高壓再地補出來 所以明天晚上我們看到又一個高壓地補出來 一樣位置比較北邊強度也比較弱 對台灣這邊影響並不大 雖然有一點點東北風但是很弱的 白天有陽光照射之下感受到溫度都還是偏高的 那至於說明天的天氣狀況在中南部 在另外還有東半部這邊可能有一點午後的局部震雨 當然東半部下雨的時間不一定在下午 不過一整天下來還是以下午下雨的機會比較高 大致上大部分地區是屬於這午午後局部震雨的天氣型態的 那禮拜五禮拜六這兩天天氣更穩定 大部分都是晴到多雲 但是禮拜六禮拜天北邊的封面系統下來了 未來這一個禮拜大概是兩天一波 兩天一波明後兩天禮拜三禮拜四大概中南部這邊午後局部震雨 東半部短暫雨 那兩天之後呢禮拜五禮拜六天氣就比較穩定 大部分晴到多雲了 那在兩天以後呢禮拜天下個禮拜一這兩天就有封面要影響到我們台灣了 那我們看到了在這一個華南這附近 雖然還是有點雲層往台灣移動進來 但是這些雲層大部分都是中高層的雲系 只不過造成我們這邊的雲量稍微偏多一點點而已 雲層的透光度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大致上來講水氣並不多 就連東部外海這邊可能有一點水氣進來 所帶來的降雨也是比較局部比較零星的 雷達上面我們看到台灣這四周圍呢 下雨比較明顯的大概在東部的外海 但是也都是在海面上面影響到陸地不是那麼明顯 陸地的話大概就是一些熱隊流中午以後發展起來的 我們看到了在這個山區發展出來的熱隊流 零零星星的游往東部這邊過去 另外呢在花蓮這附近剛剛看到瑞穗下的比較明顯一點 就這邊有一塊雲層在這邊發展起來 那華南這邊過來的這種雲層大致上來講會減弱 而且進入到我們台灣大部分都是比較薄的 透光度還也還不錯 明天要注意的可能還是午後鎮雨 我們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台灣上空幾乎沒有下雨的狀況 明天禮拜三的白天 中南部這邊大概差不多雲林以南到東半部這邊有一些短暫雨 大部分偏向在午後的局部暫雨 禮拜三的晚上到禮拜四的清晨 少了熱隊流降雨又減少了 東部零星有一點短暫雨 禮拜四的白天主要還是在南部靠近山區的地方 有一點午後鎮雨大致上都是屬於這種狀況 禮拜五禮拜六天氣更穩定 不過要提醒大家的是禮拜天跟下個禮拜一 這道封面來了之後可能各地區都有一些鎮雨或雷雨 當然局部地區可能又要注意短時間之內的這種短時強降雨 部分地區還是容易有這種大雷雨的狀況產生 不過這個是禮拜天跟下個禮拜一的 那至於說明天大致上中南部午後局部暫雨 這個東半部這邊有一點短暫雨 大部分還是以下午下雨的狀況會比較明顯 各地區白天的溫度同樣的都還是比較偏高一些的